我們今天這一集要帶大家來開箱體驗一下 我現在所騎的這一台 美麗達最新出的公路電腐車款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到了陽明山 也就是硫磺谷這附近 然後我們要來體驗一下 在這一區山路當中 就是它有這個前避震的情況下 然後去騎一些就是像是 等一下會有下坡加上坡的路線 整體的這個騎乘感受如何 所以我們先騎一下 再來跟大家分享吧 好漂亮 超漂亮的 我現在直接開啟第三階上坡模式 直接輕輕鬆鬆 現在很陡耶 現在上坡完全不會累 也太爽了吧 我現在的時速是21 現在的坡度啊 目前是 Apple Watch沒有寫 坡度看不出來 但現在這個坡度大概是5到6度左右 就是平常我們可能會騎 建南路那樣的坡度 但其實以這樣的坡度啊 在現在來講 開到就是第三階的狀況 我腳幾乎都還是很輕踩 到現在都還沒有流汗 我把強度再降低一點 我們降到1就好 強度降到1 然後可以看到 強度降到1的時候 它現在上面的碼表這邊 就會顯示它的range 就是它還可以騎多遠 強度1大概還可以騎200多公里 但是強度1腳的負擔 感覺就比較明顯很大 哇 上坡來囉 好 這一段 持續往上 好啦 我們今天已經一系列體驗完 剛剛的上坡下坡 那我覺得騎完公路車其實騎久啦 偶爾騎像這樣的電斧車 其實真的很舒適 因為它有前叉有避震的系統 然後它又是電斧車 所以你在上坡的時候很輕鬆 下坡的時候啊 屁股又會非常舒服 不會震到很不愉快的感覺 那平靶也是一個你的手 會有一個比較好休息的狀態 那我覺得今天這台E-Expresso 563 這台型號的電斧車啊 它是屬於比較是定位在公路車的這個車款 所以它的避震的這個長度 也沒有到非常的深 但是它其實在一般的路況其實是非常夠用的 而且它在上坡啊或是下坡 其實它都可以帶給你一個很好的穩固效果 那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特點吧 好啊那POWER就是在它上坡這邊 E-Expresso 然後長按三秒 其實這邊就可以開機啦 看到車表的地方啊 你這邊就可以直接開電 1 2 3 它有三個強度 然後會有你現在的強度啊距離可以看 然後下面就會有一個車燈的按鈕 只要一按啊 車燈其實就會亮了 所以其實你在騎乘當中啊 如果真的天色變暗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電燈按鈕啊 前後燈都會開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很方便 那這個電啊也是吃在你的大電池當中 所以你就不需要特別幫你的電燈充電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方便 也不容易忘記 比較特別的地方啊 就是它後面還搭載了這個貨架 因為現在蠻多人啊 其實會騎腳踏車去露營嘛 那其實像這樣的Offroad路面啊 你可以騎這樣的電腦車 幫助你再進去比較順暢 不會這麼疲勞之外啊 那你在這後面其實還可以加裝很多 就是你可以掛你的行李啊 你可以掛你的帳篷 在後面 那它就可以是很好的一個收納空間 但比較要注意的就是它乘車啊 包括你的人跟你的這些行李 最重大概負重是140公斤 所以大家還是要稍微去分配一下這個體重 或是每個人在不同車去分擔你們要背的東西 但140公斤我覺得非常綽綽有餘了 這邊就是它的下蓋電池本體啊 那只要鑰匙把它轉開來之後 它就第一段解開了 那這邊還有第二段鎖 把它往上推上去 這邊就可以讓它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啊 你就很方便的你可以直接充電池本體 那這次電池啊 就直接搭載在這個管子中間 所以你在車架當中就可以直接去做電池的置換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 可以買第二顆電池這樣備用的話 你的續航表現就可以騎得更遠 那你也可以拆下來 直接在電池這邊就可以做充電的裝置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懶惰啊 可以裝在車上直接充車架 其實也是OK的喔 這是很特點的地方 它前後也都搭載了擋泥板 其實像我們剛剛騎過蠻多路線啊 地上都有一些水灘 那其實你有擋泥板 你就不需要擔心你的衣服 你可能是平常穿著上班的衣服 然後騎上去上班 被這些水噴濺到 它是一個蠻貼心的設計 那這次的大盤設計 是一乘十的設計 那其實前面單盤後面十盤來講 你是非常夠用 因為你其實有這個電區系統 可以輔助你在平常做騎乘 所以以這樣的模式啊 其實你變性變重 我覺得在剛剛我們騎乘的上坡下坡 都非常非常的夠用 那其實它這邊有預留一個孔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想要把這台車 改成伸縮坐管的狀態 所以它這邊就有預留孔線 讓你可以把你的坐管去做一個升級 那你到時候在這邊也可以做一個伸縮坐管的調整 好啦 那以上就是正式幫大家開箱的這台 E-Expresso 563的這個電腐車的車款啊 那整體來講我覺得 它真的是非常適合在你平常在城市通勤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喔 也不會有高門檻 讓大家不好入手的狀態 這台目前的建議售價是79,800元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算是一台如果你平常想要在城市通勤的當中 非常非常夠用 而且你偶爾想要去騎一些比較 崎嶇越遠的路線 我相信這個避震器也是非常夠你使用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的家楊主任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這台電腮如果下期見 先看到這台電腦 就說要拍得更多ując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的 achter面 改成一下 是最後一個 眾多影片 結束 我們下期見 觸得更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